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這個影片跟我一起玩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說為 今天的影片我們想要解一個神廟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在這個地方 看到像這樣的一個神廟 在地圖的西方 這邊 這個神廟的名字叫做 伊卡塔克神廟 這個神廟跟其他神廟都不太一樣 這個神廟只有一個環而已 沒有中間主體的部分 那我是怎麼到這個神廟的 我們從上集結束的地方出發 上集我們在解一個洞窟裡面的神廟 這個神廟叫做 伊烏恩歐羅克神廟 在一個地洞裡面 那我們在這個神廟這邊 附近訂個地圖釘 等一下我們就往這個地圖釘這邊出發 我先把我自己 用通天樹傳上去 這樣第一次通天樹你可以上到 這個階梯這邊 然後我們再使用通天樹一下 然後就上到更高的地方 第三次通天樹我們就可以到達地面了 可能要穿比較久一點 土層蠻厚的 好到地面以後我們就往我們的地圖地那邊出發 我們走到紅色地圖釘以後 我們往右邊走 這邊 我現在人在紅色地圖釘這個地方 然後我往右邊走 我現在的目標是 這個洞這裡 我這邊剛好從天上掉下一個石塊 我這邊剛好從天上掉下一個石塊 你們可以成了石塊 逆轉乾坤一下 倒轉乾坤一下 倒轉乾坤一下 或者你可以直接用走的走到那個坑洞也可以 好像這樣子我們就抵達了我們的神廟 只有一個環的神廟 我們來跟這個神廟互動一下 如果你按調查的話 就會有一個傳送點會打開來 要向這個神廟獻上水晶 水晶在哪個地方 水晶就在前面而已 在這個地洞裡面 有光線指引你下到地洞 如果到地洞裡面會看到 兩個會發冷氣的 仙人掌喔 我就用我的火焰果打他 或者你用你的 任何一個武器打他都可以 火焰果比較有用 那如果有些骷髏的話 你就丟一些 閃耀果給他們 閃一閃他們 這樣我把所有的怪都解決以後 我來拿一下寶箱 有風箏盾 我就不拿了 等一下我還是拿好了 把這個盾 拿出來 我覺得風箏盾蠻特別的啊 這個是我們想要找的 一個水晶 我們要獻上這個水晶 那你想說 這個水晶在地洞裡面 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水晶拿出去喔 方法是這樣子 你把水晶先搬到洞這邊來 搬到洞口 準備要運送出去 搬到大概這邊 搬到大概這邊 拉力起來 然後你會在這個附近發現有一些飛彈 有兩個飛彈 我們用飛彈把我們的水晶運上去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炸彈劍啊 還有一些寶箱 大家都可以擠 有些隱藏的寶箱 在地裡面 在土裡面 大家可以把它拿上來 那我在錄影我就鑽出去解神廟 把我的水晶 運上去 出發了 出發了 水晶運上去以後 我們自己再用 通天樹上去 然後去找我們 飛上去的水晶 水晶跑到哪去 我們就把水晶搬到神廟前面 幫神廟獻上水晶 我們就可以進去神廟了 我快轉一下 我來了 來獻上水晶了 在薩爾達圖說王國之類 裡面有很多這種獻上水晶的神廟 那如果你幫神廟獻上水晶以後 進去通常都會是老魯的祝福 沒有什麼 怪可以讓你打的 你就是拿 寶箱 然後 拿祝福之光 就可以離開了 離開這個神廟以後 我把我自己傳到 監視堡壘這邊 因為我現在已經有 我現在已經有八個 祝福之光 我想要增加我的生命值 我現在可能傳太快了 我把我自己傳到監視堡壘 有人不知道監視堡壘在哪邊嗎 在地圖的中央這邊 如果你什麼時候 有祝福之光的話 你都可以傳回監視堡壘這邊 這邊就有女神像可以祈禱 我來祈禱一下 增加我的生命值 因為接下來我們想要去打一些怪 他們都超強的 如果提升一些生命值的話 可能對我打怪會比較有幫助 增加兩個生命值之後 在這集結束之前 我想要去開個鳥望台 我把我自己傳到空中 空中的風之神殿這邊 在這邊風之神殿這裡 地圖的西北方 我們想要去開個鳥望台 如果你到風之神殿的話 你往這邊走 你趕快往右邊走 如果你往右邊走的話 你往下看 你就會看到一個 鳥望台 我秀給大家看 我從這上面看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鳥望台 大家看到了嗎 在這邊 我們就來去這個鳥望台這裡 從風之神殿這邊跳下來 超快的 這邊是那種 海波拉地區 超寒冷的地區 如果把這個鳥望台開起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邊的地圖打開來了 今天是一個很簡單可以開啟的鳥望台 就直接降落到 這個鳥望台的前面 然後就可以打開這個鳥望台了 然後就可以打開這個鳥望台了 還說到空中 打開地圖的時候 我們看到空中 有很多很多的空島 空島上面還有神廟 我打算這集先玩到這個地方 下集我們再解空島上面的神廟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看不看 有什麼 你不看得到這個可動物 那些東西 都是神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